山西省平顺县纪兰文化研究室主任张娟 在申纪兰身边陪伴长达八年 待申纪兰生前最后的时光 她更是日夜守护 精心照顾 6月29日下午 张娟接受媒体采访 虽戴着口罩 但难眼悲伤 在领祖之前 她也是有交代的 首先 她说她自己这个丧事 一定要丧事重简 第二 共和国勋章的经费 老太太明确表示 要把这个经费要拿出来 交了党费 参加2020年全国两会前 申纪兰曾在长治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 于5月14日上午返回西沟 因为西沟是申纪兰一生的牵挂 走之前她特别强调 要回西沟去看一看 和老百姓交代交代 都是我去开会 北京这两天 大家一定要在家 好好工作 这也是 申纪兰最后一次在西沟开会 最后一次见大家 最后一次见西沟的老百姓了 在北京参加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 申纪兰因身体不适被送往医院治疗 未能清零现场参加闭幕式 5月28日下午 张娟陪着申纪兰在病房看了电视直播 当得知不能参加闭幕式 老太太很失望 老人家特意让我给她 换上白衬衣 黑西装 特意把那个代表证拿出来戴上 我们两个就在病房 感慨不是 病不是 这个证件就一直戴着 舍不得摘 张娟回忆 无论走到哪 申纪兰都很真爱代表证 在她看来 代表证不是一张证件 而是一种责任 申纪兰以此方式 结束了她60多年的全国人大代表生涯 在病期间 所有的大会 申纪兰执意都要参加 其中包括 我们市里边开两会 因为我们这个会议室呢 是在三楼 没有电梯 楼梯 也比较长 也比较陡 我就特意安排 市医院给她准备轮椅 但老太太 非常生气 就训了我一顿 她说我自己能上 她非得自己 坚持 爬楼梯上去 就那样走一走 歇一歇 这就是信念的力量吧 坚持每日看新闻 抄笔记 每次开会早到 年均无偿讲党课98次 主宾馆拒绝住单间 剩饭剩菜不浪费 从不给别人填麻烦 跟随深继兰的八年间 深继兰坚强 朴素 勤俭的品质 让张娟难以忘怀 我跟申主任八年 开会总就一直是一个房间 安排一个比较 档次比较高的房间 立马就生气 就给退了 比如说苹果 有一半烂了 有一半好的 我要给它扔 它就舍不得 攒起来自己偷偷地吃 把那个好的都给我 这么平凡 但是觉得它又太伟大 2019年秋收时节 村民仍见深继兰 拿着镰刀割收玉米 90岁高龄的他 依然热爱劳动 坚持下地干活 平顺是个干石山区 石厚土包 地很少 西沟的地 就是50年代 山主任带着妇女 挑一袋一袋 把那个土挑起来 倒到那儿雷起来的 那都是她的心血和汗水 所以说看到土地 真的是有特殊的情怀 她这一辈子 离不开西沟 西沟就是她的根 西沟就是她的命 6月27日凌晨4点 病床上的深继兰将西沟村党总支书记 郭雪刚叫到身边 西沟村仍是她一生的牵挂 2020年6月28日凌晨1时31分 全国劳动模范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第1至13届全国人大代表 改革先锋称号获得者 共和国勋章获得者 申纪兰 因病医治无效 在长治逝世 享年91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